在引发市场动荡和国内强烈抗议之后 英国首相特拉斯10月3日放弃了削减45%最高税率的计划 该计划旨在给年收入超过15万英镑的人节省开支 作为一系列没有资金支持的经济改革的一部分 这些改革导致英镑跌至历史低点 损害了英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 最新消息宣布之后 英镑上涨至1.12美元左右 与9月23日预算案公布前的水平大致相同 就在这一戏剧性的逆转发生的几个小时之前 特拉斯还挑衅地为减税和他更广泛的激进经济异常辩护 称这对解决国家的长期经济困境是必要的 在几天的经济混乱之后 面对越来越多的政治反抗 政府10月3日早上表示将放弃这一计划 处于风口浪尖的财政大臣夸腾 本应在执政党保守党的年度会议上为该计划辩护 相反他在凌晨的一条推特上宣布该计划被取消 表示我们明白 我们已经在倾听了 随后特拉斯也发出了类似的信息 这一突然转变 发生在保守党聚集在英格兰中部城市 博明汉参加年会之际 通常情况下 年会是活动人士振奋士气的活动 听取该党未来一年的优先事项 然而保守党却发现自己处于尴尬的境遇 因为反对党工党在民调中领先20%左右 英国已经面临着能源账单和食品价格飙升的严冬 批评者指责特拉斯没有分清主次 加剧了许多人的痛苦 尽管特拉斯周末为该政策进行了辩护 但党内越来越多的资深议员表示 他们将在下议院投票反对该政策 给富人减税的计划是新政府上台之后 不久宣布的更广泛迷你预算的一部分 特拉斯政府提出了一项450亿英镑的减税 和削减监管一篮子计划 以刺激经济增长 但该计划没有资金支持 让英国人怀疑 政府可能会削减那些已经紧张的公共服务 以节省资金 由于英镑大幅贬值 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借贷成本飙升 英国政府通过增加举债 为减税计划提供资金的计划 遭到了经济学家的坚决反对 称其不合理 此举罕见地遭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谴责 该组织敦促英国政府重新评估 以向可能加剧本已飙升的通胀 并加剧经济不平等的计划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 也以650亿英镑的购债计划进行干预 以避免市场恐慌 尽管10月3日发生了逆转 但夸腾表示 政府将坚持其其他税收政策 包括明年下调基本所得税税率